忽然想到一個很酷炫的東西 今天我要去攝影器材店採購一些東西 像是燈架的部分 我想買一隻比較大的大燈架 柔光照可能考慮一下 看看有沒有要買更大的 那我去凱西攝影器材 我第一個玩的就是那個超大的柔光照 所以像這麼大面積的光 那整個照到臉上的話 整個光線就是非常非常的柔和 而且我現在又站這麼這麼的近 真的 我的影子都幾乎快不見了 像這樣的空光設備 我覺得還可以再研究一下 像是 現在是完全沒有加任何的柔光布 那如果加了柔光布呢 會怎麼樣 那加一層加兩層 到底會長怎麼樣 去的攝影器材店 當然不能只看空光設備 我們當然要去玩一下燈啊 那我又再次玩了一下 我想要買的Aputure Nova平板燈 那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Aputure Nova是一個RGB燈 那它的光譜 理論上 RGB的部分就會比較局限 那WW白燈燈黃燈的時候 它的光譜應該是比較完整的 那如果只打紅燈 RGB裡面的紅燈的話 那它的光譜應該只局限在紅色的範圍 所以我去測試了一下 雖然這就是基本常識 但是我有想到一些很酷炫的玩法 像是你如果想要特別凸顯紅色 那你就直接打紅色的光 那你想要特別凸顯藍色 你就打藍色的光 就有點像是 DaVinci Resolve裡面 西顏色的概念是一樣的 就我只要這個顏色 那其他顏色就 完全沒有飽和度 這還蠻酷的玩法 超大 真的超大耶 這可以把它塞進去 一百一十二公分 真的是超級無敵大 那要把大的柔光照跟小的柔光照 放到同一個燈位 那照射角度有非常大的差別 光線的軟硬也有非常大的差別 但光線的平均程度 我可能還要再研究一下 為什麼想買大的燈架呢? 主要就是因為燈有點重 那加了柔光照又更重 所以整個燈架升到最高 就會變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好像整根塊斷掉的感覺 那我也知道我的燈會 越來越大越大越來越重 那我也不想要去出租店 去出一根燈架 這樣看起來很智障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攝影日常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攝影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生活日常影片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Ciao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